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好说这次是要教我玩大剑的是吧 你看我这种摄像是会玩大剑的人吗 那你让你隔壁教我一下 我吗我现在严格意义上只接受收取 是这样子吗 这次你就先别挤 反正你最喜欢的大剑 现在你就完成这个B样了 这个短时间内你也连不上去 B样还行还不是你害的 非得把各位的血量一个个拉的这么高 哪里高了呀 随便一个鬼化怪都有6万多的血 等到MRI100解禁的震天胖虎尾就5万 血量甚至还比不过一个鬼化的连幼龙王 本来究竟不是什么新怪重复劳动的敌人了 然后每个怪还要再打上20分钟左右 就真的很累呀 你先别慌 今天我们正好请到武器大师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这么牛逼的吗 不敢的 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武器大师 那今后多多关照 应该的 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 武器大师 怎么解决玩家朋友们很多的 异常战斗达上20分钟以上的这种尴尬的情况 那么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主要还是玩家朋友们没有选对自己扇手的武器 怎么选武器 那么建议看一下 我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张大家比较常用的流派表 我看一下 哎呦我呢大剑要求这么高的吗 是的 现在大剑的上线要求操作非常高 即便是掌握了各种技巧跟套路之后 你也很难打进10分针 对的 我发现你 这达到的就是20分钟左右 20分钟可以了 小姐姐们不就最喜欢这个时长吗 那你这么说30分钟岂不是更好 别闹 30分钟你适合要不要 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吗 你别管他 你说你的就行了 好的 那么按照这个表看起来就是大剑不太推荐用了 我看这个分数好低 也不是不能用了 只不过很少有人坚持到大剑1500小时的有效累积时长 这为什么 因为容易血压高进医院 我感觉我也快了 没事 回头你要是进了医院的 我也给你跟这个人搞个黑白划分 真休息你全家 你跟我客气 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 对了武器大师 现在这个近战该用什么武器玩呢 现在的话 近战最简单的话 那就是双刀了 不仅操作简单的 综合评分也高 对新手的熟练度时长要求也低 其实我从世界开始就挺支持双刀的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伤害总是打不高 很正常的 很多新手不知道一些伤害机制 在怪物猎人当中 倒地晕眩 陷阱异常状态 狂暴化 鬼化 都是会加伤害的 这我以前就知道 但是打的时候 真的很难去意识这个东西 所以说 开局的时候先不慌打怪物 养成一些捡道具的习惯 个人非常推荐 上来捡一只蓝色的蜘蛛 这种蜘蛛每个地图 必有一到两个 这是这次 Subbreaker里面新家的对吧 是非常好用 然后再去打怪 可以是可以的 但是个人推荐 上来可以先去找一只别的怪 其实这里也是个小技巧 因为非任务怪的 骑圣值要比任务怪的骑圣值 要低的很多 这以前崛起的时候 好像也是这么玩 是的 双刀大剑都可以这么做 个人非常推荐 所有的新手都要学一下 刚才也说了 怪物在倒地狂暴 异常状态下都会解放 骑手骑身 可以让怪立刻进入 一段的狂暴状态 并且很多怪物都自带异常属性 这么一来的话 就是倒地狂暴 异常状态就三个同时叠上去了 是的 你甚至可以在这个时候补一个陷阱 那么就是四层增伤 如果你这个时候使用的是锤子 敲晕之后 再可以补一个落血陷阱 就变成六层增伤了 是五层 因为同类型的debuff只能加一层 但是连续放陷阱的话 是可以延长他的debuff时间的 感觉有点被你说晕了 这有什么晕的呢 就是这个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锤子党最牛逼嘛 哦 确实多人的时候 如果有个队友是使用锤子 或者是狩猎级的话 确实收益很大 那是别人家的队友 有些人他只会一锤子把队友锤飞 你几个意思啊 那么话说这个双刀使用上有什么技巧 首先技能上是空武 二技能可以带鬼人化 也可以带鬼人化兽 鬼人化兽使用难度比较高 但是伤害也高 哦 然后滑步连击螺旋斩 然后不带魔刀吗 魔刀可以放在别的树上 明白了 然后这个时候正好又有怪过来打了 运巧 其实也不是运气了 这个怪物在某一个阶段 进入这个场地是固定的 比如这张地图 在两分钟左右的时候 电容肯定会来场外入侵 然后再次顺便打一套连招 这里的话就建议下来的时候 放一个螺旋斩 不要过于弹道 因为这个怪物的距离 都是有一定的随机性的 懂了 然后上去再来一个狂暴跌倒异常 是的 不过还是要算好时间 不要过早的让怪进入异常状态 哦 然后这个 又利用雷鼠心的异常 打头部再进一个晕眩是吧 是的 然后在这里你看到的 这怪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睡着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用大剑免斩 会比平时的免斩伤害高出很多 有点复杂 是的 以后玩大剑的时候再慢慢教吧 不过这个双刀用起来真的挺爽 上去就是无脑的乱错就可以了 好爽 其实最高的手术 并不是站在原地放鬼人联武 现在这个版本的鬼人联武的收益 已经变得很低了 我现在这样放 只是为了方便我新手玩家操作 好 那如果要打得再高一点的话怎么联 想要再打得高一点的话 就是比较定点的空武联机 但是对新手来说 这个非常容易打空 所以说这里暂时先不推荐 而新手朋友使用空武 建议在预判怪物攻击动作之前使用 这个时候是无敌的因为 确实 空武无敌是有点牛逼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刃变成蓝斩了 这个时候需要换一下技能书 磨一下刀 这个磨刀直接放在同一本技能书上不行吗 可以是可以的 很多新手玩家也这么用 但是这个也会少一个逃生技能 一开始我那张表上 你也看得出来 双刀的其他的生存能力并不是很强 而且实际对降虫的使用的评论也不是很高 所以说放一个技能留着生存是非常好的 懂了 反正倒地上去是一顿戳 没错 新手非常推荐鬼人联武加螺旋碗 不得是螺旋剑 螺旋碗还行 不过这两招好像可以无线连的时候 是 就是因为可以无线连 所以非常推荐新手 这个宝宝 释放率很高不说 一旦成功之后又有增伤 哦 还能这么玩 等初步学会空武躲技能之后 正常的走位训练也要开始训练 和别的武器不太一样 双刀可以利用自己鬼人画下的高机动性 来躲避一些技能 确实 这双刀穿蓝穿确实真的巧 但是也不能太过于无脑 因为体力消耗是非常剧烈的 玩的时候一定要沉着住技 找到怪个倒地的时候才疯狂输出 你见我在这里就失误了 空武之后的搓背攻击 很容易让你跑到怪物的背后 往往怪物的尾巴的部位 打点并不是非常的优秀 那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 最要的办法就是再放一个搓背攻击 搓回头上去 懂了 就是把攻击跟走位融合在一起 是的 然后再重要的是不要弹刀 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可以拉开一点距离 找到机会之后再放空武 空武期间如果怪一位的话 还可以要圆圈来位移 空武之后按圆圈什么时候是搓背 什么时候是位移 这个技能默认就是个位移 但是如果你打中怪的可以搓背的一个轨迹的话 它就会自动变成搓背 明白了 再有就是在打鬼化怪的时候 要多打它的鬼化部位 破坏一定次数之后它就会倒地 虽然这个时候狂暴会被强制解除 但是倒地加鬼化解除本身 还是有一定的伤害提升 我懂了 反正倒地了就输出就对了 不倒地的时候就别贪刀 想尽办法让它倒地 等一下 那为什么我用锤子的时候 总是晕眩之后就再也没有倒地了 这个成熟个人技术问题 听到没有 是技术问题 这位同学很幽默 让我突然就觉得双刀有点强 你别理他 你快跟我说双刀还要注意点什么 双刀的话可以让宝宝再出一个这个技能 这不是丢雷虫的技能吗 是的 因为双刀是没有激晕的效果的 所以说配合这个技能 我们在一场战斗当中最少可以再多晕它一次 确实 双刀的攻击频率的话 确实第二次再晕的话是很有可能打晕的 是的 不过这个技能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放的时间比较随机 而且有一定的命中率的概念 所以比较看脸 但好处是不管是古龙也好什么都通吃的 确实 但是我看起来好像双刀击倒值是真的有点高 那一直在击倒 那是因为蓄龙比较特殊 部位破坏的时候都会击倒 再加上鬼话解除的时候也是会出现击倒的效果 再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让宝宝带一个放线井的技能的话 其实收益并不是特别大 释放的时间也不是很好控制 就算释放成功的话也只有10秒钟 相比之下 雷虫的技能可控性就高很多 明白 那么关于这个鬼话解除 很多观众朋友们来问我 到底是要全部打完还是怎么的 这个根据我的经验呢 基本上只要打掉4个左右 并且在一定时间内累积一定的伤害 鬼话装弹就能被直接解除 哇 天呐 双刀打鬼话怪 真是太牛逼了吧 是的 但是又不能因为球快 而瘫刀造成了失误之后 这个伤害反而不够 哦 牛逼 这个就算10秒钟以来了 是的 其实用双刀的话也就是这么点细节 如果你天赋还可以的话 差不多花100小时左右 哪怕是一个完全新手的话 用双刀6万个学的怪的话 10分钟之内也是可以击杀的 100小时真的可以吗 可以的 那这双刀怎么牛逼 装备怎么配呢 其实也不难 就让我刚才打迅龙的这套装备 武器使用的是雷神龙的双刀 阎王龙的桶 明月龙的身体 巫女的手 金狮子的裤子 还有铸铁的鞋子 在不要任何护士的情况下 已经可以基本满足所有的需求 好 那其他的呢 好 那冰属性的话用钢龙的双剑 装备还是一套 是的 装备基本上不用改 因为这套装备可以万搭所有的护士 确实 你要这样子一来的话 你要是耐力控制的不是很好 的话就加耐力的护士 然后慢慢调整成攻击的方面的护士 护士这一块其实真的都不用太纠结 哪怕你带个全部是攻击的护士的话 整体伤害也就差个3% 4% 确实 根据自己喜好了 插袍者也可以 插闪避距地也可以 对吧 话说水跟火就是一个盐红龙一个泥红龙 是的 非常方便 就用这两个的就可以了 而龙鼠性的话现在不要太纠结 只用天会龙的装刀就可以了 白斩也无所谓是吧 属性武器的话对短位吃的比较少 然后这么一来 所有的装备全部都变成了25%的彗星率 在带战斗猫吹笛子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达弱点100%的彗星覆盖 只可惜现在的版本 冰跟龙我要骂我双刀还没有最强 可以了 再有就是没事到训练所 必须多多练习一下 当剑气槽没有红的时候 收刀情况下三角才是横尾转 但是在出刀之后圆圈才是横尾转 同理在鬼气槽满的情况下 收刀按三角才是鬼人空 但一旦出刀之后再按圆圈才是鬼人空 虽然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要这么设定 但是各位新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呵 比如说你搞不懂了 我十几年前就一直没搞懂为什么要这么设定 而且不止双刀 很多武器都是这个样子的 烦死了 简直烦人类 干嘛 你不服啊 哎 你知道吧 这个我们大剑有一招铁山靠 哎 我知道了 明明是按圆圈放的 但是如果你接在第一下就必须要按三角 哎 对的 第一次玩大剑的人肯定不知道直接按成一个层横徽展 你不知道我在世界里面按错多少次了 嘿嘿嘿 确实挺恶心新手的呀 你们俩小丑陋胡说八道什么呢 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一大堆这个不习惯的操作了 你们现在不一个个都用到爱不四手呀 什么反人类 这个叫用户调教 我心心够够15年的成果 你知道现在多少人哪怕是在外老头环 都老老师给我改成了怪物猎人的案件 哈哈 我没有改 嘿嘿嘿 我也没有改 烦了烦了 怕不是有人玩怪物猎人与老头环的案件吧 嘿嘿嘿嘿 啊 气死我了 你倒说句话呀 老板 你刚才说什么 哎呀 你们都给我等着